下面一个问题 持明念佛 要不要同时观想自己本尊的阿弥陀佛佛像 他后头有四个小题目 经常看见不是自己本尊的阿弥陀佛佛像 对自己往生有没有妨碍 是否应该少看 而只看自己那一尊的阿弥陀佛像 这个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 凡夫 情直很深 所以供养佛像也要专义 供养一尊 常常看这尊佛像印象就很深 将来往生的时候 佛来借淫的时候 他一定现这个像 为什么 你已经很熟悉了 你会生欢喜心 我天天看你终于 真的见到了 祝福如来 总是横顺众生 随其功德 所以选择一尊佛像之后 一生不要改变 如果这个像也喜欢 那个像也喜欢 到灵命宗室的时候 不知道是哪一个像的介意 你就会起疑问 疑问一起来的时候 这个往生的语言就断掉了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那念一身佛的时候 最后不能往生 所以这个三字经上讲的 教之道归于专 学之道也是归于专 专太重要了 早年我们在台湾 最初有个小道场 这个华藏师听图书馆 因为一位老居士 老居士也会往生了 送我们一尊 而辞的阿弥陀佛像 我们就供了这尊佛像 这尊佛像还在台湾 我们的老道上 因为我们常唱出歌 辞的很容易打破 不好带 所以我们就照相 现在这尊佛像 这个照片的时候 可以说是全世界流通 到处都能看见 无论走到哪个地方 我们都是看着一个佛像 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看到别人供的佛像跟我们不同 我们礼拜三拜很欢喜 可是我们心目当中 那些心里还是这尊佛像 周恩怡有好处啊 底下一个问题 这是临终 如果一心念佛 看见佛来了 是继续老师念佛号 还是欢欢喜喜的 跟佛走 念着佛号就跟佛走了 如果把佛号忘掉了 欢喜喜一现成了 欢喜喜喜是烦恼 你看七情五欲 七情里面 第一个字 喜 喜怒哀乐爱勿欲 所以要晓得 欢喜是情直是烦恼 临终时 一看到欢喜的时候 就去不了了 烦恼先前了 烦恼是业障 那个时候不能带业障 带业往生是带旧业 不带新业 临终见佛要生欢喜的时候 这个事情麻烦了 所以平常要训念 怎么念佛呢 见到佛像 见如不解 继续佛号念下去 若无其事 这是对的 所以佛为什么不常常现身给你看 一现身 你就生烦恼 你就堕落 所以不现身 什么时候会现身呢 你心也如入不动 这个时候佛会现身给你看 给你做证明的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现在不现身是你受不了 佛是成就你的道义 不会破坏 谁会破坏 我会破坏 我现佛菩萨的下来逗你 来破坏你 这个事情很多 看他这个人用功又不错 一见佛就佛像是吧 好 欢喜心生起来 傲慢心生起来 我的功夫不错 我见到佛了 他们都不行 他们都没见到 这个念头生起来就堕落了 就去不了了 几个人能向会员大师 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 会员大师夜神 三次见到极乐世界 从来没给人提过 那临命中的时候 佛来接引 这个境界又现起 他告诉大家 我寿命到了 我要往生 极乐世界现起 像这种境界 过去我曾经看过三次 他在告诉人 那别人问他 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 跟无量寿经上 讲的完全一样 员工大宋那个时候 净土经典 只有这一本 无量寿经 弥陀经 观经都还没翻译出来 他都没看到 所以净土中的成立 只有一步进 所以 见如不尽 依旧老实念佛 走的时候 也跟他念佛走 也没有动心 这是真的往生 下面一个问题 因为家人喜好不同 所以家里现在供养的 三尊不同的阿弥陀佛像 如果自己选择一尊佛像 作为自己的本尊 临终时 有没有可能 平时看见其他的阿弥陀佛像 也一起来 除非你有特别要求 阿弥陀佛像 一起来 这个阿弥陀佛 会不会答应 我不知道 那我们听 古来祖师大德相传的 这是阿弥陀佛的建议 阿弥陀佛跟观音师志来建议 在西方三生 还有更殊胜的 真正上上平往生的 阿弥陀佛跟很多祝福 一起来建议 经上都有说明吧 完全看自己的功夫 看自己的德行 所以往生平慰 不一样 平慰不一样 来建议的状况 不像头 在西方三生